同学们好 从第七章开始 我们开始进入中国近代史的学习 首先我们来回忆一下 之前讲过的中国历史的三个阶段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代 近代和现代分别指的是什么时间 我们说古代 古代是指 第一次鸦片战争 也就是1940年 对1840年 1840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 我们称这段时期为古代 然后呢 近代也就是我们即将要学习的 1840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 我们称之为近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 然后呢 那现代指的就是 我们1949年到今天 是我们所说的现代 好 那我们 第七章的内容主要讲的就是 1840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 我们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 中国从原来我们所学的这个封建社会 完全的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化社会的这个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中国经历了大概有四次战争 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 同时呢 在中国内部 人们也在不停地进行一种探索 想要找到一种 救亡图存的方法 想要拯救自己的国家 但是呢 这四次探索都以失败告终 那这段时间呢 是中国不停地在接受这种失败的打击 然后第二个阶段 是中国在近现代史上 两个非常重要的政党 一个是国民党 一个是共产党 这两个政党的成立 那第三个部分 我们可以大致地归结为 这两个政党 就是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 两次合作 以及他们这个两次合作的瓦解 我们大概可以分为这三个阶段 然后呢 我们今天先来进行第一个阶段 中国从原来的封建社会 到后来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这个过渡的过程 我们先想一下 以前的封建社会 就是有皇帝 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力 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后来呢 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什么意思呢 一半是殖民地 一半是封建社会 也就是说 既有这个皇帝 然后呢 又有殖民者的统治 什么是殖民者 就是本来不属于你的国家 别的国家的人 来侵略了你的国家 在你的土地上 在你国家的土地上 然后呢 他们说什么 你还要听他们的 这个就是可以简单的理解 简单的来这样理解 那我们说 这个殖民 既是殖民地 又是一个封建社会 这样的状态 也就是说 既要遭受这个 封建的君主的统治 皇帝的统治 那又要受到这种 外国的侵略 外国这些殖民统治者的压迫 所以呢 这段时期 对于中国人 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一段非常屈辱的历史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常说 这个近代史是从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它的一个直接原因 直接原因 就是我们说的 林泽徐的古门硝烟 那首先呢 我们来说一下 林泽徐虎门硝烟这件事情 发生的原因 它的时间是在1830年 然后呢 虎门是一个地点 广东省的一个地方 然后硝就是硝毁 毁灭毁掉 烟是指的大烟 是一种 就是能让人上瘾的一种毒品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林泽徐这个人 要在虎门硝烟呢 你们知道这个烟 它又叫做鸦片 又叫做鸦片 那烟 它因为会让人们上瘾 所以呢 人们开始吸食鸦片以后呢 就不能很好的去 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在当时 在当时 中国和英国之间 有这个贸易往来 当时英国经过了 这个工业革命以后 开始向这个工业化发展 那和中国在进行贸易往来的时候呢 英国往中国卖的商品 在中国卖的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中国的丝绸 茶叶 瓷器 在英国却能卖的很好 这样的话 中国就赚取了很多的利益 但是对于英国来说 他们没有拿到很多的利益 所以呢 他们为了这个占领市场 就把这个鸦片 卖到了中国 就把鸦片卖到了中国 那鸦片会让人上瘾 那人们呢 为了满足自己的这种 对鸦片的这种欲望 就不停的去花钱 然后呢 越稀越多 越花越多 然后呢 身体也会越来越差 所以呢 中央政府意识到了 这种这个鸦片 给中国带来了 巨大的危害 所以呢 不仅仅是这个人们的身体 人们的身体健康 还有这个人们的钱 不断的往这个英国走 就不断的流向英国 然后呢 我们的军队呢 战斗力也逐渐下降 再加上这个 可能有的人 他想要吸食鸦片 但是没有钱 他就会去偷 去抢 会给社会造成一些 不安定的因素 所以皇帝就派林泽徐 在虎门去硝烟 主要的措施就是 去调查摸底抓人 然后呢 包围英国商馆 断绝这个饮食的供应 不让他们去卖烟 用23天 将2万多项的鸦片 给销毁 那这个事情呢 就是我们说的 虎门硝烟 那这个事情 因为虎门硝烟 这件事情呢 让英国人觉得 他们受到了威胁 觉得他们的这个 就是 所以呢 给了他们一个 很好的理由 让他们对中国 发起了战争 那这场战争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 那因为它的直接原因是 这个跟鸦片有关 所以我们叫它 鸦片战争 那为什么是 第一次鸦片战争呢 我们到后面再说 好 然后呢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间 就是1840年到1842年 这两年的时间 地点在广东 主要就是英国 对中国的侵略 那这场战争呢 中国是失败了 最后以失败告终 那主要的原因是 武器落后 朝廷腐败 指挥不力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 武器落后 我们知道 英国进行了 工业革命以后 他们在工业这方面 非常的发达 但是呢 同一时期的中国 却在进行 闭关锁国 就是他们认为 当时的政府认为 中国是最强大的 一个国家 不需要向外国学习 所以呢 中国并没有重视 重视这个工业的发展 并不知道其他的国家 都已经开始发展工业了 中国还在进行一种 小农经济 这样的发展 所以呢 武器很落后 再加上政府 非常的腐败 当时的政府 只知道 自己高兴 就可以了 然后他们并不是 很在意这个百姓的安危 而且呢 他们知道自己打不过 这个英国 所以就没有采取 非常好的措施 指挥不力 也就是说 指挥战斗的人 并没有制定 很好的这个方法 去进行战斗 所以呢 这一系列原因 造成了中国 这场战争的失败 于是带来的结果 就是中国和这个 英国签订了 南京条约 那这个南京条约呢 中间有一项 就是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就是把中国的一块土地 割给了这个英国 然后呢 并且还有这种赔款 就是赔他的钱 然后呢 开放通商口岸 允许这个英国 允许外国的商人 来中国去做生意 所以呢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中国的土地不再完整 那中国的土地上 不再只是有这个 封建统治者的统治 还多了这个 英国殖民者 所以呢 也就是从第一次 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开始了 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那这也就是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好 接下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呢 中国 虽然说政府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作为 没有什么特别的措施 但是呢 百姓们肯定是 有一些人是 能够感受到 这样是不行的 这样的中国是不行的 所以呢 就有了我们说的 太平天国 农民运动 太平天国 农民运动呢 首先它是一个 类似于宗教的组织 然后呢 它是当时 宣传这个 拜上帝会 它就是一个 有点像宗教的组织 然后呢 它宣传的是 人人平等的思想 号召人们 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 清政府的统治 非常的腐败无能 然后呢 谁建立了这个 太平天国呢 就是一个叫 洪秀全的人 也就是我们说的 拜上帝会 他们先有了 这个拜上帝会 这个宗教组织 后来呢 它就成了一个 太平天国这样的 类似于这种 一种政权的组织 类似于一个国家的 这种政权组织 然后也就是 洪秀全在广西起义 它建立了太平天国 这个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大泽乡起义一样 农民通过起义 想要推翻政府的统治 但是 它和大泽乡起义一样 走向了失败 为什么呢 首先 它宣扬的这种 人人平等的思想 本身就是 不可能实现的 它不像我们今天说的 人人平等 它当时宣扬的这种 人人平等是 无处不均匀 就是每一个人 得到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有钱同时 有时同时 有时同时 有吃 有一同穿 有钱同时 就是 有吃的 大家一起吃 有衣服 大家一起穿 有钱 大家一起用 那这种 想法 非常的美好 但是呢 放在现实的社会中 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是一种 特别理想的 一种想法 另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 太平天国 它在发展到 最好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突然内部开始 为了争夺权力 开始自相残杀 那他们这个内部组织 就已经非常松散了 那他就给了这个 新政府一个机会 除了这个新政府呢 这个外国的 这个殖民统治者 肯定也不希望 有这样一个 新的势力崛起 所以呢 他们和清政府 一起 对太平天国 进行了打击 那所以呢 我们说的 太平天国运动 经过了14年以后 走向了失败 那这是 中国开始沦为 半殖民地 半封建化社会以后呢 中国人民进行了 第一次探索 虽然说 它不太合适 就是有一些 非常落后的思想 然后呢 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 但是呢 也是中国人 走出的第一步 然后他还是一场 农民运动 农民运动 好 接下来就有了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0年到1860年 1856年到1860年 那地点依旧是在广东省 国家是英国 法国和俄国 我们来说一下 为什么叫第二次鸦片战争 首先 这次战争 原因是英国要求修改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签订的这个南京条约 希望能够扩大在中国的权力 但是呢 被清政府拒绝了 虽然说清政府非常的无能 但是呢 他也不希望有人威胁到他的统治 所以呢 他拒绝了这个英国的要求 这个是他的原因 我们看他的原因 其实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原因是 一种继承的关系 继承并且扩大 就是他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原因是一样的 甚至呢 他想要 他想要的更多 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想要的更多 这是首先他的原因是一样的 另外呢 另外 他依旧是英国对中国发起的一个战争 依旧是英国对中国发起的一场战争 还有呢 就是这个时间 我们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间是 1840年到1842年 是两年的时间 然后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6年到1860年 是四年的时间 这个在时间上 也是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一个继承和扩大 所以呢 这次战争我们把它起了个名字叫 第二次鸦片战争 因为我们认为 这场战争是第一场战争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承和扩大 然后呢 这场战争 中国依旧是失败了 中国依旧失败了 然后这场战争 结果就是签订了一个叫天津条约 我们说南京条约 因为在南京这个地方签订的 所以叫南京条约 那天津条约呢 也是在这个天津签订的 天津签订的 所以叫天津条约 签订了天津条约 然后这个条约又赔款 并且允许外国公使进入北京 可以在中国内地通商传教 然后增设通商口岸 也就是说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思想上 都给了这个外国人往中国来 这个传播的一个机会 然后呢 天津条约签订 没多久 这个他又提出了其他的要求 又一次遭到拒绝 于是呢 英国又对中国发动了这个侵略 并且呢 把中国的这个一个非常著名的 在北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皇家园民 也就是我们说的园民园给烧毁了 里面有非常多这个珍贵的东西 如果是能烧的话就烧毁 如果烧不毁的话就把它砸掉 把它摔碎 那如果也砸不掉摔不碎的话 那就带回自己的国家 所以说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并且呢 这场战争除了这个英国以外 还有法国和俄国的加入 那法国和俄国不仅对英国非常支持 甚至呢 法国还和英国一起侵略中国 我们叫他英法联军 就是英国和法国的这个联合起来的军队 那这场 这个火烧圆明园结束以后呢 中国依旧没有取得胜利 所以呢 又签订了新的一个条约 叫做北京条约 那根据前面的两次条约 我们就能理解这个条约是在北京签订的 那这个条约呢 割让了这个香港的九龙岛 给了这个英国 并且呢 增加天津为这个 也是一个类似于通商口岸的一个地方 然后还增加了这个赔款 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那我们说第一次鸦片战争 使中国开始了为帮殖民地帮封建华社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 就是中国这个 半殖民地 半封建华的设备 的社会 进一步加深 因为我们又割让了一个九龙岛 并且呢 又开设了一些通商口岸 所以说是进一步加深 好 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呢 自然也有一番新的探索 也就是我们说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 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非常 就是有一些先进之民 也就是他们非常有知识 有见识的人 突然意识到 其他的国家都已经开始进行了这个工业革命 他们的 他们已经从农业转型到工业了 但是中国还停留在农业 然后呢 所以在这个战争中 中国没有其他的国家厉害 所以呢 他们就提出了这个 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 也就是像这个西方的这些国家 学习先进技术 失以常计以至宜 学习他们的这个长处 来反过来去抵抗他们 这个叫失以常计以至宜 那他这个学习 西方的先进技术 我们说这个西方的 我们把这个 中国把外国的东西称为羊 西方的话称为西洋 东方的就叫东洋 那因为呢 是学习西方的事物 也就是外国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 这场运动叫做洋务运动 那时间呢 是在1860年到1890年 代表人物主要是 曾国潘 李铿章 左中堂和章之洞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主张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但是呢 他们有一个目的 他们的目的是 挽救清政府的统治 也就是为了保护这个清政府的统治 为了维持这个清政府的统治 所以说 他也是有一定的落后性的 他依旧没有这个意识到 清政府的统治是非常的腐败的 所以呢 他还是有落后性的 我们要记住曾国藩 李鸿章 左宗堂 张之洞 主张学习西方新进技术 挽救清朝的统治 那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这个 新第一个阶段 兴办军事工业 兴办军事工业 第二个兴办民用工业 第三个阶段就是 把这个海防作为重点 并且呢 建立了北洋军事 北洋水师 建立了北洋水师 那这个呢 我们说 打破了以前这个天朝大国的思想 然后呢 也不再进行闭关锁国 知道 学习先进的基础 它是一种非常进步的表现 但是呢 它的目的在于 挽救清朝的统治 并且呢 它的在这个学习上 并没有 就是做到很好的这个取舍 而且呢 这些 这些人在学习西方技术 先进技术的这些人 他们办 他们办了一些工业以后呢 中国开始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后 他们就有了自己的想法 希望把这些财产呀什么的 变成自己的 所以呢 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打算 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一系列原因造成洋雾运动 最终还是失败了 那 它的失败的标示就是这个 甲午中日战争的 这个北洋军事的全 北洋水事的全军覆没 也就是全部都死亡掉了 这个 甲午中日战争 我们待会儿再讲 好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说的洋雾运动 那它的意义 它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它的意义就是 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们知道以前这个封建社会是没有资本主义的 以前我们就是这种地主 什么的 还有皇帝呀 什么各种各样的阶层 但是呢 到了这里 有了资本主义 也就是开始有了这种私人 私有财产 这样的一个萌芽 所以呢 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并且呢 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因为我们说清朝它是封建 一种封建主义 所以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并且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 因为中国人开始发展自己的工业经济 所以呢 外国人的这个经济势力 就相对来说 就啊 就是啊 中国的兴起了 那外国的就相对来说 就要衰落一下 所以说是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 这是养务运动 这是中国进行的第二次探索 它也失败了 但是呢 它和这个太平天国运动一样 也是有这个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它自己的一面 它们积极的一面 都在于敢于去做出这个探索 并且呢 为这个救亡图存 为拯救自己的国家做出了努力 但是消极的一面在于太平天国 它选 它选择了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思想 并且呢 内部有这个权力的争夺 那对于养务运动来说呢 它这个失败落后的一面 就在于它的目的是 挽救清朝的统治 好 那我们来接下来是第三次战争 第三次战争就是这个中日的甲午战争 中日就是中国和日本 那甲午战争呢 就是一个 这个甲午是中国的一个天干地支的纪念法 然后呢 甲午战争就是说 发生战争的这一年 刚好用中国的天干地支纪念法来算的话 是甲午年 是甲午年 好 然后呢 签订了 马关条约 这场战争和之前一样 它签订了一个条约 这个条约叫马关条约 马关是日本的一个地名 因为是在日本签订 日本的这个马关这个地方签订的 所以叫马关条约 好 然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中日甲午战争 其实它最开始是因为 日本和朝鲜的这个战争 那朝鲜当时是在 是属于中国的一个 就是 类似于那种 类似于中国的 类似于中国的一个附属国 所以呢 这个朝鲜在受到了 日本的侵略以后呢 它就向中国求助 但是中国政府去帮助他们以后 并没有取得胜利 反而把日本引向了中国 所以说 因为日本当时进行了 明治维新 开始了 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 所以日本非常的强大 然后呢 就对中国开始进行侵略 那在这个中国的黄海地区 在中国的黄海地区 和中国的这个北洋军师 展开了一系列战争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全军覆灭 那我们说这个北洋海军 是洋务运动的时候的 一个成就 那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 就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同时呢 它也标志着中国 这个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那这场战争的失败呢 签订了马关条约 并且呢 赔款两亿两白银 同时我们又割让了一块土地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台湾 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那这个影响呢 就是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进一步加深 所以呢 三场战争 第一次鸭片战争 使中国开始人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化社会 第二场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 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加深 第三个 第三步 第三个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 使它进一步加深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又有了这个乌须变法 好 首先我们来看 乌须变法里面的几个重要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乌须 它和我们之前讲的甲午 中日甲午战争里面 甲午一样 也是天干地之纪年法里面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 一种计法 那这个甲午战争呢 说明内年是乌须年 所以叫乌须变法 首先呢 我们来说一下 什么是这个 这个乌须变法的前因后果 首先 是这个第一个阶段 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进行公车上书 什么是公车上书呢 就是进京 去京城考试的人 向这个 皇帝上书 给他们提一些意见 这个叫公车上书 那当时的 当时这个 康有为呢 他是去上京城 参加科学考试 那他就进行了这个公车上书 希望进行变法 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制度 像这个 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明智维新一样 就像学习他们的明智维新 然后呢 进行一个 变法 然后 但是呢 这个公车上书并没有被 并没有被这个看到 并没有被皇帝看到 虽然说没有被皇帝看到 但康有为呢 在这个公车上书的同时 他还进行了其他的活动 他在这个 他自己也在不停的宣传 他想要变法的这种思想 所以呢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那终于呢 这个 同时当时的皇帝 当时的皇帝和他一样 也有这种想法 虽然说他没有 看到这个康有为的上书 但是他也有这样的想法 终于呢 这个后来 这个民间 社会上的这种 这种思潮 传到了这个皇帝的耳朵里面 然后呢 皇帝就找到了康有为 和他秘密的进行这个 戊戌变法的这个讨论 为什么要秘密的进行呢 因为当时的这个皇帝 他没有实际的权利 当时有一个很厉害的太后 叫慈禧太后 然后呢 他其实 这个权利在太后手里 皇帝并没有实际的权利 那这个变法的内容 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课本 好 那我们说这个 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首先要改革旧的机构 也就是一些政府的组织 改革旧的机构 然后呢 这个是在政治上 接下来在经济上 要保护和奖励工商业 我们之前说 中国一直是重农业商 重视农业的发展 亦是这个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因为这个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中国人认为 是农工商 工商应该排在最后 所以说 这个 维新变法呢 无需变法呢 他就开始 重视这个 在工业和商业上的发展 就是经济上 接下来是 教育上 开始创办新的学校 改革科学考试 并且呢 学习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等 那我们说 中国古代的教育 在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学习四书五经 它是教人们 怎么去做人 是对人们思想上的一个教育 但是呢 这样的教育 其实并不是很实用 我们知道要发展工业商业 人们要学习科学 技术 数学 这些比较实用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 这个时候 就对教育进行了一些 新的这种改革 想要改变这个学堂 就是把这个旧式的学校 改成新式的学校 并且呢 想要改革这个原来的科学考试 我们说科学考试 到了清朝 已经进入了一种非常 局限化的一种状态 约束了人们的思想 所以说 这个时候开始想要改革 科学考试 但是 这个戊戌变法 最后也已失败告终了 为什么呢 我们说 这个皇帝是没有实权的 所以呢 慈禧太后在得知 皇帝要进行违心变法以后 马上就发动了政变 把这个皇帝给关了起来 并且把当时 想要进行变法的这些人 都给杀害了 然后呢 康有为和梁启昭虽然没有被杀害 但是呢 他们也逃往了日本 所以说 这个戊戌变法是以失败告终的 那我们第四个问题 戊戌变法为什么叫百日违心 那是因为这个戊戌变法 从开始到结束 中间是经过了103天 103天 他就失败了 所以呢 我们又叫他百日违心 然后呢 这个违心是我们说之前 这个日本他们进行了一场成功的变化 变法叫明智违心 所以呢 我们这个戊戌变法 还有一个名字 就叫违心变法 因为他们是 想要学习日本进行这种变法 想要像日本一样进行变法 所以呢 也叫违心变法 所以他有三个名字 戊戌变法 违心变法 还有这个百日违心 百日违心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场探索 那这场探索呢 他也是非常 有代表性的 并且有进步意义的一场探索 但是呢 他也有局限性 他也有局限性 他的局限性就在于 他把希望寄托在了一个 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 好 接下来 从了百日违心 我们还有一场新的运动 叫做义和团运动 我们说义和团运动 这场运动的战争是什么呢 原因 这场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 首先 我们知道中国已经 在这个沦为半知名地班 封建化社会了 那很多外国的传教士 就传播他们宗教的人 进入了中国 然后呢 他们教会在中国 宣传自己的思想 并且呢 他们的这个权力非常的大 而且对中国的百姓 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冲突 所以说 外国教会和中国平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是这个义和团成立以后 义和团本身是一个民间组织 它本来是一个民间组织 后来呢 慢慢的想要 也像这个派平天国运动一样 变成一种政权组织去进行运动 然后呢 他们开始 新西以后 新政府刚开始并没有阻止 因为他们也意识到 外国统治者对自己的威胁 所以呢 他们想利用义和团运动 去对付外国势力 所以呢 就暂时的 就是短暂性的承认了 这个义和团的一个合法地位 第三个原因是这个 然后呢 是这个外国势力逼迫 这个亲政府去镇压义和团 镇压义和团决定出兵 然后呢 但是这个 于是呢 这个义和团就发动了这个运动 发动了这个 也像这个农民运动一样 发动了运动 最后呢 这个外国的势力 虽然没有得到这个亲政府的支持 但是呢 他们 八个国家 八国联军 英法 俄日 美德 一奥 八国联军 对这个 一起对义和团进行了镇压 所以义和团运动 也以失败告终 也以失败告终 他的结果就是 首先这个亲政府 虽然他前期是支持义和团的 但是呢 在后期迫于这个外国势力的压迫 就是外国的这个势力逼迫他们去镇压义和团 所以呢 出卖了 他们出卖了义和团和外国军队一起镇压义和团 然后呢 第二个结果就是签订了薪酬条约 并且呢支付了赔款 然后呢 这个薪酬条约 薪酬条约 它也是 像我们之前说的一个条约一样 像我们之前说的那几个南京条约 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和马关条约一样 也是一个丧权有国的条约 那这个呢 就是中国历史上的 近代史上的第四次探索 第四次这种革命运动 然后呢 同时这个英法 俄日 美德 一奥 这个八国联军 我们又叫做八国联军侵华战 八国联军侵华战 那这场战争呢 是对中国的第四次侵略 是外国对中国的第四次侵略 也是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化的 这个进程中的四场战争中的最后一场 好 然后呢 那这场战争签订了新丑条约以后 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 控制中国的工具 也就是说清政府表面上 它虽然是中国的政府 但是呢 它已经完全听从列强 也就是各个强大的国家 他们的 听从他们的这个统治 所以呢 中国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 半封建化社会 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 半封建化社会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 中国从封建社会 到半殖民地 半封建化社会 这个进程 在这一段过程中 有四次战争 也有四次探索 那四次战争呢 就是我们说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 签订了南京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 签订了北京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然后呢 中日甲午战争 或者说甲午中日战争 签订了马关条约 最后八国联军清华战 签订了新丑条约 这是四次战争 那四次探索呢 首先是这个 我们最先开始的 这个太平天国运动 然后是洋雾运动 然后是无需变法 最后是义和团运动 那这四次运动 虽然都有它的这个进步性 虽然呢 也都是为了这个 救亡图存 但是他们也都相应的 有局限性 有他们不好的地方 所以呢 他们最后都没有取得成功 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 这一部分 我们来看 制装